妮妮和周冬雨同是因为某女郎的身份而被大家熟知 不过在那之后 周冬雨在电视剧和电影方面都有拿得出手的作品 而妮妮则显得有些沉寂 电视剧和电影都没有打出什么水花 在经济讲后台 妮妮更是以自己没有作品没有底气唯有制止的采访 被众多网友称赞是头脑清醒 相比之下 之前放映说要拿下大满罐的baby就很不谦虚了 不过最近baby的姿态也没有那么张扬 在节目中 她也表示想要有一部能够让人记住的作品 想要靠演技来翻身 也是隐瞒了自己在演技方面的部组 而对于妮妮这次给出的字条 更多网友表示 她就是缺少一个机会 因为在晨曦人中 她的表现并不差 希望之后妮妮能够如愿接到好的本子 通过好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实力